我覺得25歲來說 如果你的睪丸沒有什麼特別的病變 或者缺陷什麼的 25歲不可能有觸能 精華 滿天有精華了 我是 公開公正健康的行李 去跟你們討論人體的健康 天才的DC群現在已經開放囉 LINE社群也開放加入中 下方資訊欄有放加入連結 還不趕快加入 下午活動也要傳現在這樣吧 對啊 為什麼不用自己的網路啊 中華電信就很爛啊 我家這裡的中華電信很爛 欸 我問你們 洋芋片這種東西應該是全素的對不對 全素食的吧 洋芋片 不是 這個是原味的 所以不是全素食 好吧 突然有點太厚了 那麼今天 今天第一場來個拉維爾一個人頭20如何 今天來一場拉維爾一個人頭20如何 感覺潘大哥30塊 不行 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進去不一定我們配到的是射手 這感覺搞不好我們配到的是打野 看情況 有射手可以玩看拉維爾 主播要教我們怎麼跟女生聊天嗎 聊什麼天 跟女生就不用聊天的東西 我都等女生來密我耶 我不主動嘛 那如果沒有女生來找你們聊天 你們可以考慮跟男的聊天啊對不對 確實跟你密 沒力度破功了嗎 這是可以問了嗎 問啥 問啥 現在有跟女生求婚嗎 呃... 沒有 登登登 主播都會在哪 不知道耶 S牌吧 沒什麼在打 打穿著很累耶 直播完剪頭髮 不行啦今天要出活動啦 今天不要躲起來哦 我要跟你拍照 好啊 拉維爾保底五千抽啦 五千太貴了吧 我很窮耶 拉維爾五千 主播請問十月有幾天 我媽知道 三十天或三十幾天吧 用什麼品牌的電腦 隨便煮啦 八萬多吧 神兵和新造型哪個好 哇哉 安安很奇怪的時間 還行吧 早上吃麥當當嗎 沒有耶 下次吧 下次一定 永動計換電池了嗎 最近有考慮要把電池裝上耶 這電池已經買很久啦 但是 我一直在猶豫耶 買快一個月了吧 當然就是 唉 不知道了 再看一下 主播不打嗎 不要怕啦 吃早餐啊 很忙耶 要趕快先把這個吃掉 這不能放啊 他已經被我撕爛了 這沒辦法放啊 這不吃就壞了 能接受正不幾歲的女生 二五到三十吧 但我最近發現 有些大概二二的女生也蠻成熟的 還算成熟 聊天要減精華嗎 看有聊到什麼內容 還敢在來 忘記經由工作啊 我就忘了咩 沒事啦 快要到工作天的時候 總會有人提醒的 對吧 六十歲很久前的阿姨可以嗎 不行 走開啊 上衣根本為天才而生 沒有 這間去那個 韓國買的啊 你多特勒 這啥 咱們隨意就早上第一場一顆人頭 二十十顆頭以上變一顆人頭三十對財財 來說粉簡單把笑的滿地打滾 感謝潘大哥三十台幣 我們隨意早上 第一場一顆人頭二十 十顆頭以上一顆三十 感覺可以試試看 但不簡單啊 我傳說很爛啊 我胖了 最近瘦回來一點點了 前天前天量 六九點二 六九 六九點二 瘦了 這一點真是嗎 我穿這個衣服 他們跟我說在休閒啊 我那天要去拍照 他就叫我帶西裝 西裝帶了 結果也沒穿 試在幹嘛 這衣服我覺得挺好啊 不覺得嗎 主播覺得頭髮剪怎樣好 其實我很隨隨意耶 設計師每次都說 你今天要剪怎麼樣 我說隨便啊 看你啊 你覺得怎麼樣好就怎麼樣 啊我頭髮就長這樣啊 但是不同的設計師剪出來的頭髮都不一樣 有些設計師喜歡短的啊 有的喜歡打薄啊 有的就喜歡厚的 反正就隨便了 然後好像我大概每次 十月十一月 那些這種比較冷的季節 我好像會兩個藍個頭髮 我現在有藍 就是比較偏棕色大地色啥的 那我 我以前都是會去藍那種很亮的 但現在反而還好 現在就感覺 有上點顏色 有有點棕色什麼的 我就OK了 不然以前我 漂頭髮你知道 整顆金色啦 藍整顆金色出門 每次就被認出來 有點煩 17875算中嗎 我我我我70而已了 我18376 好高哦 我同學國三197 19幾 會不會有點身體不協調 還是不會 女生16250可以嗎 好像差不多吧 對吧 公開討論身高 你有講過成就有感受嗎 沒有 差不多160而已嘛 160很高耶 男生160 沒事了 看精華總說你開台時間很神秘 現在跟到真的有點神秘 嗨你們那個 跟不到我的那個 那個直播可以追DC DC都有通知 你的鍵盤什麼類型的 隨便買的 我怎麼覺得黃老闆你穿黑衫衫很像尾獅 沒有吧 我這麼宅的人怎麼很像尾獅 是吧 我到時候會穿彎鏡的風衣外套去找你哦 好 好 有女友嗎 沒有 新交易等等撞到你嗎 可以吧 要爆點我可以問一個但不要封鎖 走爆點 你們冷靜一點 除了DC以外 好像其他訊息官員都看得到是吧 不是DC 那個IG吧 我IG沒有給那個經紀人啥的權限 是缺素材了嗎 缺啊 因為今天你現在早上不開 你那個你晚上回來可能要開啊 晚上回來可能都累了 或者你根本不想開 主播想跟我一樣一輩子單身嗎 你自己去單身吧 你是觸男嗎 真心想問 怎麼很觸男 25歲還觸男的人 怎麼可能 有人25歲還觸男嗎 聊電視嗎 有25歲還觸男嗎 我看看 那我就放心了 三小 錯錯 沒有啊 超過25歲可以嗎 好壞0 對啊 超過25歲還是觸男在大法師了吧 怎麼可能有人25歲還觸男 感覺你就小藍狗 小奶狗 我大野狼 我是那個灰太郎 喜羊羊灰太郎 我也沒有特別怎樣的意思啊 就是覺得25歲還是觸男 是不是 在這個社會上算稀有的 那觸男的定義是什麼 觸男的定義就是還沒有做愛做的事情那一方面嘛 那你還沒有做愛做的事情那一方面 就叫觸男 對吧 那或者是有些人觸男的定義就是 沒有自己DIY過 沒有自己手贏過 那個叫觸男 那25歲不太可能沒有手贏或者是射精過吧 所以25歲還是觸男的人太可能吧 就算如果你沒有射精啥的 那你也有夢裡吧 所以25歲基本上如果你觸男的定義是 但是有沒有排出經義過的話 我覺得25歲來說 如果你的膏丸沒有什麼特別的病變 或者缺陷什麼的 25歲不可能有觸男 合理 精華 什麼今天有精華了 又18家了 怎樣18家 我是 公開公正健康的行李 去跟你們討論人體的健康 說的有模有樣怎麼有點猥瑣 怎麼可能 別鬧 第一部黃標裡面可以試試 這怎麼可能黃標 這麼健康教育的一個課題 一個主題 怎麼可能會黃標 觸男的定義應該是性行為吧 在以現階社會來說 25歲還是觸男的男生 我覺得應該偏少吧 資格裡面可能有一個 那也很少啊 10%對吧 18跟90%來比的話 那肯定是很少 25歲還是觸男 基本上不太可能吧 可以學浩賭英雄拿兩隻娃娃表演一下 哈哈 白癡不要 觸男一詞為相應觸女一詞而產生 觸男的定義如同觸女般並不明確 每個人可以各自的定義 通常是指未成性交剛交的男性 取之為幾百科 對啊 所以我前面就說每個人對觸男的定義不一樣 可能沒有從事性行為 可能射精可能夢儀對吧 那每個人對於觸男的定義都不一樣 是吧 那25歲 基本上我覺得是沒有觸男 現在不管幾歲說是觸男會丟臉吧 嗯 我覺得 那個是社會的一個觀點 還有你可能你身邊的人 朋友同事傻巴拉巴拉的來說 就是我是觸男 你自己會覺得丟臉小自卑 但那也是你就是在於別人眼光的一個看法 每個人都是一個個別的生命 那為什麼會有道德這種東西 那道德就是外在給你的一個歸宿 那為什麼會有法律這個東西 法律這個東西就是拿來強制約束你的行為 為什麼會需要法律這個東西 因為人太多了嘛 好來去管理我們這個社會 那就是道德跟法律 那再來還有三觀也是一樣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人不要去做什麼犯法的事情 不要三觀太誇張的事情 人就是一個個體 想幹嘛就幹嘛 這還好吧 對吧 這一段不知道要不要解 這發言感覺有點辣 隨便 聊天室都觸男